這一題,它主要要我們設計的 這個介面部分 就大概類似像這樣子 叫字體設定選擇器 我記得在那個VB6裡面有一題類似像這樣子 是好像在第1類還是第2類裡面 算是簡單的題目 那裡面文字預設只是Just-A-Found Tester 那就在這裡面輸入這些文字 這些文字 可以針對這個文字做什麼呢?靠左 字中靠右對齊 那底下的話會有粗體 粗體、斜體 還有這個字形的設定 我們針對這個題目把這個結果做出來 它的介面實際上是用這個Swing 也就是利用Swing來做出一個介面 這個Swing裡面包含了 也有個Flame,外面這個叫Flame 然後裡面也有叫Test Fill 那裡面也有叫這個 上面也有 其他的像 一些這個 這個Radio Button 這個叫Radio Button Radio Button裡面還有在Check Box 那名稱上實際上 跟其他的語言都類似 都類似 那當然我們也需要 加裝所謂的Lesson 這上個禮拜所講的 他才可以 針對你要做的動作呢 去 去等於是 一個事件 他可以有個接收者 去執行這個動作 那首先的話呢 我們就開啟什麼呢? 開啟這個 我們的練習系統 這練習系統 PD裡面的這個 Java速科 那輸入302 按確定 他會幫我們放在Java底下 有一個 完成檔 跟一個練習檔 那這部分的話呢 我們就開啟這個部分來看 首先的話呢 開啟這個檔案 那Standard這邊有個class 已經做好的 那我們可以用這個 練習的這個檔案 把它開起來 開起來之後呢 當然裡面 我們如果說 在練習的時候呢 可以借助像那個 Eclipse 所以我們在Eclipse 可以把它貼上去 那這邊的話 你可以自己先 開一個 這一個 專案 自己開個專案來練習 那檔案名稱的話 你可以稍微修改一下 這個class名稱可以修改一下 沒關係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把這個檔案貼上去之後 裡面呢 各位可以看到呢 上面的部分 其實它已經幫我們 很完整的 幾乎都幫我們加好了 比如說要Import什麼 那甚至呢 上面有個說明 它主要呢 就是叫你 針對這個 幾個項目的完成 包含什麼呢 對齊方式 跟呢 出體斜體 還有字體的大小 主要這三個部分來做 那這三個部分怎麼做 首先呢 它已經幫我們先 在這個地方 宣告一個叫 J-Frame J-Frame 實際上就是 SWF 然後呢 那它這個implements implements 就是 它這個地方 界面的部分呢 是 加入一個叫ItemListener ItemListener 那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 取得這個 一些動作 好那這個傾聽者 Listener 等於是說有這樣的功能 前面已經幫我們 建立好了 那這個地方前面 它也很 這個很好心 幫我們把這什麼呢 J開頭就是SWING的 的這個TestField 就是文字 欄位也把它建立好了 那這邊有一個 就是 一個物件 實體的物件 TF 另外呢 CheckBox 就一個叫 這個BoldBox 然後另外一個 這個是協體的Box 就是 Intellic Intellic 這個Box 那這邊的話呢 建立CheckBox 也建立好了 另外的話呢 並且呢 宣告Int Int 也就是說 針對這個 字形的部分 因為字形的部分 我們是利用這個 數值的方式 去設定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也設定這個 它的 出體的部分的 這個Int的 一個 一個數值 那協體的部分 也把它設定好 那這部分其實都已經在 程式裡面 所以這部分 你大概了解一下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對齊方式 對齊方式 還有就是它我們預設的這個縫紫的一個大小 其他這個地方也是設定好的 不用去更改 那這邊也是 這個也是預設好的 另外有像 J Radio Button 還有一個叫 這方面 Flame本身的這個標題名稱呢 叫字體設定選擇器 然後把這個container 到時候把這一些 這些圓件的通通放入這個container裡面 那並且呢 Set Layout 這個Layout也是跟 AWT 是一樣的 這地方的話呢 用的是這個 Fruit Fruit Fruitout 那這地方的話呢 再來就是我們TF呢 TF的話呢 是建立一個New 把這個字 通通放進來 那上面的文字呢 就是 Just a FontTester 就是上面它指定的文字 那大小的話為20 那再來的話呢 設定字形 這個字形預設值就是這一個 字形 然後Font的預設值是這一個 然後呢 大小為14 那接下來要寫程式的部分呢 就是從這裡開始 選項鈕 選項鈕 那這裡的話你可以把這些 這些可以把它稍微往下 就直接在這邊寫 那接下來的話 選項鈕 我們要怎麼來撰寫 首先的話呢 我們要撰寫的是 對齊的方式 那對齊方式呢 第一個 我們 就是 它前面有宣告一個叫 Labs Radio 所以我們用 Labs Radio 部分呢 直接在這邊 加入到這裡 Labs Radio 這邊 它等於什麼呢 等於這後面呢 你就加一個New New一個什麼呢 Jradio 好這地方的話呢 我們就是 直接輸入 Radio Jradio Radio Button 然後呢 它後面 我們就把它加入什麼呢 它這個地方的話呢 是 向右 所以這邊的話呢 就是 跟著一下 向左 向 向左 直接把這個地方 文字輸入 最後再一個結束符號 好 那同樣的方式 其他的也是一樣 就是說在這裡 我們除了Labs 之外 當然其他還有所謂的這個 一個 Right 就是 還有一個 自裝center 同樣的方式 我們也把這個地方做一個修改 分別呢 這上面有三個center 我們就直接把這center 把它 直接把這個地方呢 加進來 加進來 那還有這個right 也把它加進來 那分別呢 再去修改這個上面的一個Radio Button 後面呢 給它一個名稱 這邊的話呢 就叫向右 一個向左 向右 至中 這樣子 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的第1個步驟 就是說呢 它這個核選方塊的一個方式 但是最後呢 因為它這三個必須要把它做成一個 所謂的group group New J option pen 再來的話 J radio 最後呢 這個地方 left 通通加進來 最後還加一個group 然後再把它通通加入group裡面去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後面呢 還在建立一個所謂的group的部分 那你們先 好 剛剛這地方的話 我們就是 在這裡 把這三個通通 這個 建為實體的一個 這個Radio Button 那分別 上面的名稱 給它一個名稱 叫做向左 至中 向右 那這個名稱不要打錯 再來的話呢 再加入一個group 這個group裡面呢 就把這三個把它add進來 所以這三個呢 最後就變成一個group 最後就變成一個group 接下來的話呢 就是底下還有核選方塊 那核選方塊部分的話呢 我們就是在這邊呢 建立 因為剛剛已經上面部分 已經先 幫我們先宣告了 這個兩個 兩個 先宣告兩個這個 這個checkbox 分別是這個 blockbox 跟 這個 italic 的這個 協體的這個box 那這地方的話呢 我們在底下呢 再把這個 建立為一個 new的一個實體 那 裡面的文字呢 就是出體 並且呢 給它 預設值就是 Force就是不打勾的意思 它是checkbox 所以沒有打勾Force 那另外的話呢 也建立一個這個box 是為協體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分別把它add到 這邊 前面有個contain contain container這個部分 就是 所謂的 可以把這些通通呢 放在這個container裡面 然後到時候呢 可以直接 這些裡面的component 這邊 比如說像checkbox radiobox 這些呢 通通可以放在這個container 那因為我們container的實體名稱呢 是c 所以這裡的話 cadd add的方法 把比如說像 TestFill的 就是文字 方塊 加進來 另外呢 還有 還把這個 裡面還有像lapsradio 所以lapsradio 把它加進來 然後再來還有像centerradio 然後又把它加進來 那這個順序啊 順序 center 再rite 再來是這個出體 再來是這個鞋底 分別就把它加進來 那最後的話呢 再把這個combo box 下拉式的選單 加進來 加進來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了這個 前面的部分 就是說呢 加進這些元件 界面的部分呢 就建立起來了 那底下 他通通lapsradio也幫你寫好了 所以你lapsradio也不用寫了 底下的話呢 add哪一些lapsradio 這些也通通幫你加好了 所以你根本不用去寫這些 底下需要注意的 像這個 設定界面大小也寫好了 然後 甚至關閉程式 他也幫你寫好了那個 adapt 這個 adapt windowadapt 這上次我們有講過 接下來的話呢 底下部分呢 也不需要 要寫的部分 他這邊有幫我們標出來 請在此加上程式碼 裡面包含就是 設定出體寫體的程式 這第一個 所以呢這個地方的話我們該怎麼做呢 第二個是說呢 對齊方式 字庭大小等等 那所以我們就在這個地方呢 加入程式 裡面的話要包含哪一些呢 好 第一個的話呢 我們就用 這個 這邊的話 第一個 我們 先來處理什麼呢 這個字體 字的這個 出體跟寫體的處理 這裡等一下來看 你們先完成上面的部分 記得界面的部分呢就是 這個先一個 這個 RadiateBox 然後把它做成一個group 這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出體寫體 可以讓它做checkbox 好那最後的話呢 再把它add進來 好把畫面呢 還給各位一下 主要有四個步驟 它也給我們這步驟的名稱 分別為 設定出體 寫體 處理程式 那這個部分的程式呢 我們要怎麼來 做呢 這裡的話 其實各位可以看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結果 這個結果 第一個 第一個部分就是說呢 我要設定 它的對齊方式 有沒有123 這三個部分 有沒有 這三個 RadioButton 我們已經把它設為一個group 那怎麼去設定它的對齊方式呢 第一個 我們在這裡看到 我們 先宣告一個int 這個int呢 主要就是 預設值給它0 這個int主要是 回傳回來對齊的方式的一個參數 對齊方式 也就是說呢 將來呢 我們 當 這個使用者 我們一個listener 他 點了某個動作之後的話 會產生一個events 一個事件 那這個事件呢 就會傳給這個1 的物件參數 這個物件參數呢 我們就利用 getSource的方式 前面記得先宣告 int一個 這個n 然後再來的話 去判斷if 如果呢 這個物件參數呢 他getSource 他等於的是什麼呢 他等於是 他點了哪一個 物件呢 點了 lapsradio 把是 點了laps之後的話呢 那就會 我們就回傳回來 給他一個值 這個值的話呢 就是針對 對齊方式就設定的一個參數 叫 J TestField 點laps 那這個部分呢 我就傳給n 傳給n之後 其實這個 它自動會把 這個其實裡面 就是一個 這個數字 傳過去之後呢 這個n 接收到了 好 那將來呢 就把這個n呢 再丟給什麼呢 丟給底下一個 TF TF 實際上就是 TestField 就是TestField 文字 方塊裡面的 這個 那個 物件 那這個物件裡面會有一個方法 這個方法的話就是 設定怎麼樣呢 它的水平對齊方式 好 那這個英文單字 好像 其實如果 當然 在用記事本的時候 你必須要把它拼出來 這是 很高難度的 好 那當然 它這地方就是 Set 這個叫Horizontal Elligment Elligment 那所以這地方的話就是 設定水平的 對齊方式嘛 所以 這 有點難度 好 那當然 最好可以把它背下來了 考 考試的話呢 當然順便把英文學好 一舉兩得的事情 那就把這個參數丟給 丟給這個方法 丟給這個方法 它就自動會去處理 處理完之後呢 對齊就會更改 那同樣的方式 另外再用 elseif elseif elseif的話呢 再去判斷什麼 第二種 就是說呢 參數 E GateSource 如果它等於 Right Radio 表示說 它點的是 RightRadio 點的是 Right 那當然我傳給 這個 TestField 點Right的參數 就是我們就給它一個N N的值呢 就是指的是這個 Right的參數 那就再丟給它 它就對 那其他的話 第三種狀況呢 就是 CenterRadio 它點的是 CenterRadio 傳過去的話 自動就會是水平的方式 所以我們看到的結果 就類似像這樣子 這邊 點 比如說我今天點的是 Right 點的是 Lapt 它不會動嘛 因為預設就是 靠左 然後向 向右 然後至中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想你們試試看 對齊方式的部分 對齊方式的部分 好把畫面呢 先還給各位一下 的話 這地方呢 就是 它其實傳過來的值 這個值實際上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 一個數值嘛 那這個數值 如果是 靠左 其實你可以把它記下來 如果你不 不想記那麼多 你就記給它2就好了 2就是靠左 4就是靠右 然後0的話就 自中 所以你只要傳這個 給它就可以了 你可以直接 只run起來 如果今天run 自中 靠向左 向右 都是ok的 也就是說你不去 不一定說 一定要記這個 參數 你就記這個數值給它 也可以 N傳過去 它就是什麼 到時候丟過來 其實只是給它一個引述就好了 那細節部分呢 當然你可以直接再參考 你看這地方都會有每個 方法的一個說明 這個說明的話 點進去 當然也會秀出來 細節部分呢 這邊都有 都有一個 比如說回傳值的說明 該怎麼做 這邊都有 每個版本 OK 好 接下來的話呢 再來就是處理對齊方式的部分 對齊方式呢 當然就針對我們剛剛看到的這邊 就是對齊方式這邊 這有兩個 一個是打勾 跟斜體 打 它也會做動作 出底跟斜體 打勾之後呢 我們怎麼樣去讓這些 這兩個部分的這個動作呢 可以 可以run 第一個的話呢 就是說呢 我們出體的部分 要做一個就是說呢 設定對 當然 前面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宣告兩個 印刷 兩個印刷 這兩個印刷 這個變數的部分 預設直接是給它 零 給它零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就是判斷說 它到底有沒有打勾 那如果呢 我們一樣 用那個 變數的引述 用getSource 如果它等於 等於就是說呢 它有針對這個 出體的地方 打checkbox 打勾了 如果說呢 打勾之後呢 這個條件當然 它會有一個叫做 change get 特別重要 這個可以 stay的change 當它的 狀態是改變 等於1的話呢 那我們就 把b改成 1 反之的話 如果沒改變的話 那就是沒打勾的狀態 沒打勾的狀態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最後呢 就可以把它怎麼樣呢 傳給 傳給什麼 最後還有一個動作 最後這邊 還有 最後要設定 設定它的這個 改變的方式 不過改變的方式 必須 還要跟這個 比如說字體的大小 去做一個調整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在這個程式裡面呢 主要是 設定它的一個這個引數 那這個引數如果說它 斜體有打勾的話 我們就給它2 也就是這個地方呢 數值會是2 那如果沒有變化就是1 那底下的話 再來就是 處理所謂的字的大小 跟顯示不同的這個文字的部分 這裡的話 你們先試試看 就是說 在這邊的話呢 處理 這個 這個應該是處理 對齊方式是上面 出體協體 顛倒 這兩個顛倒一下 好吧這個 程式等一下自己再把它改一下 那這個部分的話是處理出體協體 我們可以用 這個getSource一樣 然後在getStateChange 如果它等於1的話 就去改變 B的話就變1 I的話就變成2 這裡的話我想你們試試看 把畫面還給各位 這裡的話呢 第一個 就是說我們要 設定 字的大小必須要傳一個字串 這個地方 這個字串呢 我們 在這裡 宣告一個 big 宣告一個big的一個字串 那預設值就給它14 也就是說我要設定字的大小 然後 是用字串的方式處理 給它一個14 預設值 如果我沒有更改的話 接下來的話 我還要處理 就是說呢到底使用者有沒有 去 這個點的那個combo box 那如果combo box 點下去會有變化嗎 如果有變化的話呢 就會觸發一個事件 那這個事件的話就會回傳回來一個值 這個值的話呢 我們可以透過一個叫做 e-get source 也是一樣 跟前面一樣 然後呢 就在combo box裡面的叫做 它有一個 這個屬性 會跟著改變 叫做get 什麼呢 select select item item select 就選取的item 就項目 就是會得到一個什麼呢 它選取之後的一個 項目結果 會回傳回來 是一個什麼呢 不一定是 自傳 所以我們必須要做一個 強 強制轉換成自傳的動作 強制轉換 當然你這個地方如果沒有強制轉換 可能也會正確 但是可能也會發生錯誤 比如說呢 可能它沒有 點到 裡面是空的話 空值 就會產 如果的話 傳給big就會產生錯誤 因為它的 資料形別不一樣 在這裡 提一下 Java真的比較挑 上次舉例就是 高名貴的狗很挑嘴 你資料形態 錯就錯 不對 就它直接給你bug 但是 VB Dannet Dannet裡面呢 它很神奇 你給錯誤的東西 它還可以照run 只是run的結果不對而已 比如說你今天給小數點 有伏點的 然後但是你宣告成 integer 如果你把這個值丟進去 理論上應該會有bug跳出來 說這個資料形別錯誤對不對 可是Dannet裡面不會跳出錯誤 它會自動幫你 把小數點 適捨無路之後 還是這樣秀出來 對 不過這個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這個 見仁見智 當然有的時候你寧可它發生bug 不然到時候結果錯誤 就 很麻煩了 那但是這邊 我們提的就是說 還是盡量 強制 這邊有刮斧有沒有 刮斧String 就是強制把這個丟過來的資料呢 強制轉換 成為String 自算格式 再來的話呢 最後呢就是秀出來 那秀的方式就必須用 這個TestFill的裡面 JTestFill的裡面有個set the form的方法 然後呢讓它 重新再載入那個form的設定 重新那這個是固定的語法 首先呢就是要自行 參數自行 再來的話呢 B加I 所謂B加I的話就是說 如果 B 現在有出底就1嘛 1加上就是2的話呢 那這3的話就是出底加斜體 那如果是只有 斜體的話就是 0加2 那就2嘛 那如果B有有斜體 有出體沒有斜體 都就是1 如果什麼都沒有就是0 所以呢它透過這種方式去做 參數的 調整 那再來的話呢 最後Pick這裡 我們也是把它轉換成什麼呢 它原來是字串 但是我必須在這裡的參數 只能夠是 這個 只能夠是數值 所以我這邊呢把它強制轉換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就把它轉換成int integer 把它轉成 integer 那轉換成big 當然你這地方 轉換的 轉換的這個方法好幾種 這個其中一種 那轉換完畢之後 我們就來看一下結果它到底是不是正確 知心 我們來亂亂看好了 自中 靠左 打勾 出體有了 然後 不過它這邊有一個缺點就是說它自動會 跑到自中 跑到自中 如果說我要 我要讓這個地方 固定比如說我今天是靠左 那可是我出體 鞋底它通通會靠中 自中 16 18 有沒有大小可以調整 好了 OK那這樣的話呢我們就完成這一題 那這個地方我們再看一下是不是需要再把它做一個調整 好把畫面的先還給各位一下 在這一題的話呢 基本上 就完成 嘿